美国早前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惹来国际社会反对 联合国周四 21日将召开紧急大会讨论一项针对美国盛程宣言的决议案 表达对其决定的遗憾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 20日 怒斥部分国家每年收取美国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援助 却在联合国反对美国威胁会中只对投赞成票国家的援助 特朗普与华盛顿出席内阁会议时 向在场记者表示 这些国家他们拿美国的钱 然后投票反对我们 他们拿了数亿亿计甚至数亿十亿计美元 然后投票反对我们 特朗普强调美国会观察他国的投票立场 并说 即管让他们投票反对我们 我们可以省下很多钱 我们才不介意 除了美国 以色列一努力向国际斡旋 希望其他国家反对应案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 21日表明反对决议 职业路撒冷早在美国的盛程宣言之前 已经是以色列首都并形容联合国是个充斥谎言的地方 此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曾致涵180名成员国 声言美国会把反对美国的国家摘民并会向特朗普汇报 而巴勒斯坦和土耳其外长周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发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时 声言其他成员国不会受美国威吓而改变立场 土耳其外长恰伍是要如称世界已变了 埃及周一在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 寻求反对美国的单边决定 或安理会14个成员国投票支持 唯一案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遭否决 其后土耳其等国要求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 于周二二十日分拔一份与上述被否决决一类似的草案 重申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 促请其他国家务跟随作法